自动挡汽车 相比于手动挡节省了很多需要人工操作的步骤 但是自动挡汽车同样是拥有变速箱的 如果经常使用一个档位来行车的话 变速箱的负荷很重 长时间下来很有可能会造成变速箱的报废 所以在一些特殊时候 我们一定要手动操作 比如说在长下坡阶段 我们就可以转变为手动模式 如果用自动挡的模式进行下坡的话 驾驶人的脚必须一直踩在刹车上 然而长久踩刹车 很有可能会对汽车刹车系统造成损伤 正确的做法就是转换成手动模式 再把档位挂成最低的那个档 这样就可以利用发动机的保护机制不断的降低速度 我们在停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直接由低档挂为P档 一定要先挂为空档 再换成P档 别看只是多了一步挂空档的步骤 但是这个步骤 对于保护变速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很多汽车在停车的时候没有停稳 或是停在一个斜坡上 就是挂P档就会损伤变速齿轮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